Samba服务器的配置文件在哪呢 在这个目录下 叫etc-samba目录 那这呢我先说一下 这个目录呢 如果说我们安装的不是邮邦兔 那可能目录就不是这个名字了 它可能是在其他目录 所以说呢 到底这个配置文件在哪 跟我们安装的这个Linux发行版本是有关系的 那没有关系 如果说大家安装的不是邮邦兔 你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 就是你的那款发行版本 安装Samba服务 它的配置文件在哪里 一般来说都有介绍 所以说应该是比较好找到的 好那下面我们来看 下面呢我们就来看我们这个地方 好我们来进去看一下 那么就是在我们的etc-samba目录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有什么东西 好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目录里头有什么东西 好ls看一下 好有两个文件啊 其中有一个文件叫.conf 这个文件其实是我们最关心的 为什么呢 这个conf啊 其实英文单词很好理解 就是config的意思 对吧 那么这种文件一般来说 八九不离十都是我们这个服务的什么 配置文件 所以说你要想学一个服务呢 其实这个配置文件是最主要的 当然我们说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是主要培养的是一个嵌入式工程师 所以说不是那个Linux的服务器管理人员 所以对这个服务呢 我们不要求大家能把这个每一个配置选项都要记得很清楚 意义不大 因为我们更多的还是希望大家去掌握一种嵌入式的方法 服务呢 可能在以后你们公司中的一些网管 他可能会帮你们把这些服务都打好 所以我们这呢 只是为了学习 我们需要了解一些简单的东西就可以 好还是一样 那怎么做呢 在做这个之前 我们还是希望啊 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这个文件备份一下 因为你只有 因为如果你不备份就很容易出现一个问题 要万一你这个文件改错了 或者说改了过后呢 它启动不了 对不对 很有可能是由于你的语法写错了 那怎么办呢 我可以去借鉴一下我备份的那个文件 是不是 所以怎么办呢 没关系 我们copy一下 copy之前呢 用个修度 因为我们可能设计到一个目录的一个那个文件的更新 copy smbconf 我一般呢 是这样用back做前缀 然后跟后面的名字一模一样的名字 这样的话 我们称之为这个文件的备份 这个根据你个人习惯和起名规则吧 好吧 好回撤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目录下确确实实就已经包含了这么几个文件 好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关于这个sumb.conf这个文件 我们需要修改什么 而改这个东西恰好就是我们什么 所需要那个进行sumbar配置的一些什么重要选项了 那么sumbar配置配什么 我们先看一下 它主要配什么呢 其实主要配的就是 配置 你需要共享哪个目录 以及什么呢 以及这个目录的访问权限 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那么我们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你因为你是把Linux已经当成一台假电脑了 就是假的Windows 那我是不是就是相当于想办法 要把这个目录啊 哪个目录要共享出来 你要告诉我对不对 然后呢 以及这个目录是可读 只读的访问的 还是可读可写的访问 对不对 你要告诉我 然后我这样的话 是不是我的那台Windows 就是我的 就是我的 我的这台Windows 是不是就相当于可以访问这个Linux 这个U盘了 对不对 所以说服务器的配置 重点就两个两个事情啊 你要共享谁 对吧 第二个共享的权限是什么 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sumbar.conf 这个文件该怎么加这两个选项啊 好 我们还是用vi去编辑一下 那么这里头呢 文件呢 因为它内容比较多啊 如果有兴趣呢 你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 关于sumbar的配置的那个文章 它里头呢 会对我们每一个选项啊 就就相当这个等号 这就像变量的感觉啊 每一个变量 然后后面跟什么东西 它代表什么意义 它都有个解释 那么你呢 可以去记一下它 都可以啊 但我们这呢 因为我们只是一个初步的理解啊 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去 把它记得特别深 我们只需要知道 我们怎么用就可以 好吧 好那下面呢 我们先把这个光标移到最后 移到最后 然后呢我们去添一个 我们自己的一个东西就可以了啊 好 好 现在我们通过vi跳到底端啊 好 然后我们插入啊 好 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啊 你看我这时候正在修改一个止读文件 它有个警告啊 那怎么什么意思呢 是这样的啊 因为我现在是Rocky用户去去操作Samba.conf 很显然这个修改 我可能改不了啊 因为这可能是系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服务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什么修度一下啊 修度一下 Samba.conf 好 然后跳到最后啊 然后这是NI啊 没有问题了 对吧 好那下面我们来看啊 那如何去增加一个我们要共享的目录呢 那根据Samba这个配置文件有个语法 大家注意啊 就这个方括号 有时候你想想增加一个新功能 你就增加一个新的方括号 然后方括号里呢 其实就是你要最后要产生的一个什么 共享的名称就行 比如说我这个名称呢 我们我们换一下啊 我们换一下 我们叫做Rocky Shield 就相当于这是给别人看的 就是你共享的名字叫什么 叫这个名字对吧 好 然后呢 紧接的这个名字 只是把名字告诉了 这名字里头什么东西呢 不知道 所以说我们必须把这个 以这个为中心节点 然后后面展开对这个节点的一些描述 有哪些描述信息呢 我们先看一下啊 第一个描述信息叫comment 这个comment呢 我们把它理解成什么 理解成就是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 一个字符串 就相当于是个标题的感觉啊 就是说我们在访问这个时候的上面这个标题 那这个标题可以随便写啊 只要是一般的字符串就可以 所以我们就按照它的这种形式去写就行啊 比如说我们就写个myshow 好 那么没关系 这个名字可以随便写啊 你看下面还有个什么 就刚才我们说了 你要把哪个目录共享出去呢 那好了 我们说这地方就要注意啊 有个叫pass 这个变量就非常重要了 就是这个就告诉我们 这个东西 就这个共享的名字啊 最终来说是共享谁的 对不对 哎 那么是不是这个名字也叫rockshell 没必要啊 就是你共享任何目录 然后只是这个地方呢 是吧 它叫那个 它给别人看叫rockshell 但是实际上访问你内部的 是由这个选项来决定的 怎么来看呢 空格 那么一般来说这个pass呢 我们建议啊 大家放到什么 就是你开的那个权限的目录就行了 然后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 是我们的home目录下 rocking目录 然后在这里头呢 我们现在比如说随便新建一个目录啊 叫label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实验代码 放到这里头 那我们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个目录啊 好 然后呢 这个只是把pass设置了 那pass什么权限呢 就是我访问它 跟这个目录中 我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访问这个目录呢 就是samba中啊 我以什么形式访问的目录呢 那当然我们看了这个单词 能看出来 哦是止读 那很显然 我们如果想上传下载我们的代码 止读对我们来说没有意义 对不对 所以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要做这样一个选项了 叫做whiteable 只是这个选项呢很奇怪啊 它把这个e去掉了 叫whiteable whiteable就没有e 然后干啥呢 等于yes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目录就已经具备可写了 然后紧接着 你光可写呢 我们说还有一个比较重要选项 叫什么browse browseable 就是说可不可以浏览 可不可以浏览 当然我们说你既然可以写了 肯定也希望别人看得到 对不对 所以你也可以浏览 所以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这两个选项 其他选项都没什么 那么大家对于商榜呢 就掌握这几个选项就够了 那么如果以后你想对这个服务 再深入理解一下 你可以去网络上查询一下 还有些什么样的选项 因为特别多 我们这呢 因为初学阶段 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去记太多了 好吧 下面我们保存推出 所以这样的话呢 应该说我们的配置就完了 就是修改配置文件 修改配置文件就可以了 那剩下其实就让我们的服务 重新按照这个配置文件 是不是再更新一下就可以了 对不对 好 但是呢 这我们再说一下 商榜呢 还有一个配置 就是说商榜不仅有配置文件 还有一个配置什么 叫用户权限 怎么理解商榜的用户权限呢 那我们这来说一下 什么叫用户权限 我们Linux里头 他说本身有一个登录用户 就说Linux系统有一个叫做登录用户的 这样一个概念 那商榜有没有呢 就是商榜和Linux是什么关系呢 那这我们来提一下啊 商榜呢 也有一个叫做登录用户的概念 那么也说相当于这两款软件 都有都有叫登录用户的概念 怎么理解啊 商榜是这样来设计的 因为他呢 就说他在设计的时候呢 就想到 如果说呢 我自己就是也需要一个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的话 那我跟Linux是什么关系呢 如果跟Linux一模一样 那是不是就会导致 比如说Linux中有一个有一个用户啊 叫A用户对吧 而A用户的密码是123假设是啊 然后商榜如果说跟这个Linux登录用户是共享一张表的话 那么是不是他也应该也具备一个A用户和123 对不对 那是不是就会造成一个问题 Windows访问我们Linux是通过商榜 那么这样的话 Windows是不是就已经知道你Linux的用户名和密码了 所以这样这样的话就非常不安全 那么也说如果我的Windows已经能登录你 那换句话来说 Windows是不是就可以登录Linux了 也就是他不仅可以访问你的共享文件夹 是不是还可以访问其他的任何文件夹了 对不对 因为他具备这个登录权限 他就可以跑到你这个机器里头去直接操作了 对不对 而Samba就相当于就泄露了这个密码 对不对 所以说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 Samba就这样设计了 他说我们设计两个表 就你Linux登录的时候 我就是一张表 这个没问题 你本身Linux登录的表 但Samba登录 他说那我这样 我就别共享这个表了 我跟你这个表怎么办 备份一份 什么叫备份一份 就说你这个有个A用户 那好了我也可以有A用户 如果你这没有B用户 我这想用B用户行不行 记住这点就不行了 就说我这个表一定跟你这个用户是一样 你有什么用户 我就有什么用户 但是这个用户只是共享了 这个密码 比如说这密码是这个样子 这个密码是不共享的 我们说就不共享了 就说相当于Samba有自己的一套 用户名和密码 用户名是共享的 但是密码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Windows登录Samba的时候 你就要输这个Samba的这个密码 而不是我们Linux登录这个密码 所以Samba中 我们是有了这样一个用户权限的概念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现在想让Windows去访问这个Linux 我们是不是还得需要怎么办 不仅需要把目录告诉给对方 对不对 同时是不是还设置一个用户 这样我们访问起来才敢访问 对不对 好那你看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用户权限中 我们这地方大家注意有一个命令 叫Samba Password 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可以来帮我们对这个用户进行一个管理 好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来操作 一样的我们使用修度 因为我们就涉及到写系统的一些重要文件 所以我们叫Samba Password 然后这个用户这个命令怎么用呢 这个命令的用法是这样的 你要用个A A的意思就是ADD的意思 就相当增加一个用户 那么这个用户一定要注意 你必须Linux有的用户 比如说你增加一个什么 ABC用户行不行 好我们来试一下 你看 比如我随便敲一个123密码 123密码 好这时候你看 虽然我把密码敲进去的 但是有个File的 看没有 什么意思 File的增加这个用户名ABC 因为我们现在Linux有没有ABC用户 没有没有ABC用户 那么自然而然这个ABC 能不能用我们的Samba 就不能对不对 所以这是Linux用户管理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没办法 我们在这个地方A 只能A谁了 ARocky 就说我这有Rocky 那你就可以A的进去 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 好密码还是一样 密码我们换一个密码 比如说我之前的密码可能是1 那么现在我变成123 三个字 123 三个字 好那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你看就没有出错 没有出错说明就OK 那么OK过后下面该干什么事情呢 我们说这个地方我没有写 第三步就是什么 重启服务 因为我们说服务在重新配置完过后 你一定要进行什么 让这个服务程序或服务程序历程 重新的按照这个配置情况 再执行一次 这样我们原来的配置才能起作用 好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怎么重启呢 重启的方法是这样 因为重启一般来说都管理员才能重启 所以我们还是要修度 在哪个目录呢 注意在ETC下有个叫init.d的目录 这个目录实际上可以认为是我们Ubound2系统中 很多服务的什么前缀目录 就相当于你在哪个目录去找那些服务的脚本呢 配置脚本呢 就在这个目录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目录里头的文件 大部分都是什么服务器重启 或者是停止或者开启这些的脚本文件 好那怎么做呢 还是一样 我们在这儿敲什么S 不要敲SMBA 因为我们说了 我们的服务不是叫Samba 是叫SMB和NMBD 这两个服务 所以这样的话呢 你看我们怎么做 首先我们重新启动SMBD SM一敲Restart Restart 回车 回车过后呢 如果说你看又出现Running 应该来说问题不大 当然如果说你觉得你在你的那个机器 可能不太一样 可能出现问题了 你还可以把这个服务也重启一下 都可以 把这两个命令全部重启 好 重启完过后下面该干什么呢 下面我们说就开始想办法 让Windows客户端 访问这个服务器 看看行不行 对不对 好那么客户端访问服务器 怎么访问呢 跟我们SH一样 我们是不是只要知道服务器是谁 我们是不是通过一个所谓的命令 是不是就可以访问 刚才我们说的 Windows和Windows访问 是不是就通过这个 这个两个反斜线 就可以访问 所以同样道理 我们的Linna系统也是一样 怎么的 也是通过两个反斜线 然后跟什么 跟我们的这个服务器的IP地址 就可以访问到了 好我们来试一下